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周庭 周庭日前在網上控訴,她說自己在加拿大被人偷東西 簡直是很不開心想哭,說被人偷了她的蛋白質,雖然不開心 偷了蛋白質,她可以找人給她 怎樣偷了蛋白質,稍後跟大家講講 再控訴,其實很多手足都被人偷東西 外國都是非常不安全的 亦力證加拿大的治安差警察也是非常廢 其實說真的,加拿大生活是否真的很好呢? 其實一點都不是 我自己覺得經過了47人的顛覆國家政權案的判決之後 我覺得周庭和伯女其實是不用再草前途的 判這麼輕?怕甚麼? 整件事是怎樣?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一陣子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周庭大家也知道她在加拿大其實都幾豐蘇,幾快活 周不時去這裏玩,去那裏經常夜見人 她最近說被人偷東西 那些手足就說在加拿大,在英國也好 在法國也好,都經常被人偷東西 看到其實外國的經濟是十分之差的 還有很多這些小偷的 首先她為何被人偷東西呢? 因為她在加拿大去旅行,幾開心 有閒情日志,有閒錢去旅行 她說去旅行駕車去 中途有一些超市 因為她們去旅行是想著自己煮食 即是煮小飯 做些甚麼你不要問我 總之就煮小飯 中途有超市 在超市場停車 接著又買食材 因為那時都晚了 不去吃飯了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在加拿大出去吃東西是很貴的 她打算去酒店那裏煮小飯 所以買定些菜 青尾箱那裏有足夠位置放中菜 去到超市買了些雞 買了些蛋 買些蔬菜 買些水果 兩個人買了兩大袋 當然可能有些用品 她要買 但她沒有告訴大家 例如一個個正方形那些套 手套 那些可能沒有告訴大家 買完東西之後 兩大袋 很大袋 不知為何這麼大袋 OK 然後 把食物放在車尾箱那裏 車尾箱是行李的 有一兩大行李 就是這樣 把內套的東西放在行李那裏 那裏 放在行李那裏 把食物放在行李那裏 上面的時間 有鬼佬 就嗨他們了 嗨 當然是嗨人家 但是她說 有防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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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著行李等等 有沒有被人打的 沒事這樣 那時候都很硬的 接著 快點關了車尾箱 快點離開 總之行李沒事就行了 但是 他們最終開車去到酒店之後 發現了 那些行李呢 沒事 但是有一個環保袋 就不見了 因為剛才都說了 他們背著兩袋東西 Too bad 去回車那裏擺行李 整袋環保袋的東西不見了 裡面有雞腿 有雞蛋 有些菜等等都沒有了 他就說了 全車都沒有 但明明兩人托了兩袋東西 上車上 他就覺得 是個男人 鬼佬 他Q了他的菜 肉等等的東西 他說 幸好損失很少 是那天沒有了肉食 沒有蛋白質 所以不開心 蛋白質你可以叫人家 在酒店給你的 你要蛋白質 雖然可能不是很多 那就 將就一下吧 我的意思是在酒店叫 Worm Service OK 我不知道大家想了些什麼 他就說 今次都很小心了 還有呢 都很幸運 但小心得來 都沒辦法避 因為在外國 真的要很小心財物 也要小心側邊的人 嘩 你叫人家防鬼佬嗎 你會不會被鬼佬打的 你會不會被鬼佬 即是 你會把你推回香港 是吧 那 他就說 總之他就 很幸運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很多人 買完東西之下 把錢包放進環保袋裡 如果他 不是把錢包和電話 分開放的話 即是放回自己的褲袋裡的話 那個鬼佬一下 抽個環保袋離開的時候 他的銀包、電話、證件 就沒有了 所以今次都算是幸運 不過在外國 真的要小心財物 要小心旁邊的人 這樣 有人就是 他說 他們算幸運 不見了 包送 他說有人是整架車被人摻了 整架車被人摻了 是啊 那 他說 總之 你 你 一下車 或者一上車 一成 你就要立即去關門開車 或者鎖門走人 為什麼 因為車時 車鍵 在你附近的時候 你的車是撞得著的 他說有些人 在車旁邊 吹水 即是下車之後 在車旁邊吹水 有人就會立即搶位 進去 撞車 馬上走路 這樣也可以 是 是 整架車撞走 當然有些是被人爆玻璃等等 都不出奇 但是整架車撞走 我真的很少見 或者 你的車到了之後 然後又沒有馬上走 那怎樣呢 人們就會喇叭到 然後就進去你的車上 指著你 下車 旁邊有另一個人 就要你給他車試 然後走路鏈那麼遠 然後就一腳伸你走 然後就撤了你的車 撤了你的財物 OK 那 亦都有一些手足 大家也知道 有人經常罵 那裏的治安 很差等等 那 這也是一個 事實 也有人經常罵 就是 警察是廢的 沒有用的 報警也沒有用的 就是這樣 這也是事實 因為每一天的失蝕案 那麼多 偷蝕案那麼多 你怎樣可以是 完完全全地 搞定得完這些東西 捉不完 對不對 亦都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那些警察 的肚子更肥過我 地 這樣 沒有可能追到賊 怎樣追 就算了 然後他們再一次強調 那一天沒有蛋白質食 就很不開心 可能 他的partner沒有蛋白質食 不開心多些 因為他要補充力量 對不對 OK 不出奇了 那 有人就說 偷也算好 硬搶就很慘了 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說 有些朋友真的 他真的去不同地方 都試過被人夾搶東西 例如法國 那 非常之勁的 他亦都自己去過法國 那 就要好小心 那因為呢 有些朋友 發過被人搶東西 提他要好小心 那他就很幸運 他就是 弄了一些小肺包 然後就是 找件外套遮住了 放在身體裏面 那樣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法國呢 才沒有人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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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到他的東西 不過呢 他見過身邊的人 就被人搶東西 等等 親身經驗來的 這些不是老作的 而英國也都很小心 因為很多手足 經常都說 被人偷東西 那樣 很慘 那 愛國是這樣 華人是這樣 被人歧視 被人搶東西 就是 沒辦法的 別人就是 看中我們華人 現在有錢 那他們 這些窮的人 沒有錢 那不偷的有錢 不能偷的沒有錢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在整段片裏 就經常說沒有錢 就說 要買 什麼什麼的時候 哎呀 都沒有錢的了 然後就說 哎呀 在加拿大現在都很慘的 生活很不方便 因為沒有車 又說 遲些又要買車了 不過呢 都沒有錢買的了 都是要 不方便的了 這樣 暗示那些粉絲 麻煩 疏爽些 給他多點錢 而 在他說 這件事 之後的5分鐘 我統計過了 他的收入大約有1萬元 是 在直播裡面捐錢 捐1萬元給他 厲害 5分鐘左右 哇 真是 做什麼都沒有那麼好運 不是開玩笑 那個角都沒有那麼好運 OK 接著就說 住加拿大 原來都要打聲12分精神 要小心點 被人跟蹤 是整天要小心被人跟 喂大哥 你其實是不是有 那些什麼 被 妄想被迫害症 還是怎樣 你在香港的時候 又說有人經常跟你 經常被人跟 在加拿大又說 要小心點經常被人跟 你是不是一出街 你就有人 你覺得他跟著你 什麼妄想迫害症 類似的東西 迫害妄想症 隨便 這些東西 那 什麼都要小心被人跟 他就說 在加拿大小心被人跟 是什麼呢 跟被人偷東西 或者去到你家附近的東西 就裝你 然後入屋行劫 那樣的東西 是呀快 還等什麼 是不是 周庭這些有錢的 你看得到 他在YouTube收入的 那些 一個直播 幾疲 一晚 厲害的 好過做國家 OK 那 亦都說 加拿大 即是他都點了 加拿大有很多東西 是不好的 不OK的 第一就是加拿大買衣服很麻煩 就說 沒有什麼衣服適合他們買 適合 style 沒有 那些衣服很悶 那些服裝很不服裝 那些人又太過霧實 太過霧實 那他又很不喜歡 很不適應 那樣 那你都說了 加拿大的房屋政策 醫療政策 治安和交通 都是很有問題的 出行是非常困難的 那些人又蠢的 那住屋又是很貴的 醫療又是很差的 治安又是很差的 警察又是廢的 交通又經常塞車的 沒有L用的 那要是你不開車的話 你基本上等於廢了 不用外出了 那數了很多加拿大的壞事 我覺得 其實周庭 你數這麼多壞事 其實我覺得 你其實不需要留在加拿大 你回到香港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你回來香港的話 就算他的判刑 國安法那些 你判到幾場都好 那他又沒有出來參選 就算有出來參選 黃之鋒也是判了四年多 那他又沒有出來參選 那我想他最多都是判 一年多兩年 都不知道有沒有 隨時是覺得 不如都告不入了 那他都不用仇啊 完全不用仇啊 所以他絕對 絕對 絕對可以回到香港這裏 就不用在加拿大那裏 生活得那麼苦 我也鼓勵他回來 因為可能真的判得很輕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不過加拿大說真的 可能都到時會趕他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加拿大公佈了 會削減永久居民的數目 較之前預定的 可能都會多了 例如香港這一邊那些 就要跟其他國家地方去競爭 也都說 跟澳洲差不多 加拿大的樓價 就因為說移民湧入 大幅地推高 再加上近年持續高息的環境 令到當地人加拿大人上車 非常困難 激發起居民和新移民的矛盾 所以就會有一些種族仇恨的罪案發生 我不知道周庭現在怕不怕 看種族仇恨 不過周庭在外國 這幾年都尚算出名 他尚算出名的時候 在這幾年 我想外國一定會保他平安 亦保他生活是正常的 否則他怎會有空去旅行呢 羅冠聰頭幾年都很好 有女生被他 差點說髒話 有女生被他 他享用 有錢給他享用 之後才慘 近一年才慘 因為他享用太多女生被人投訴 所以這一兩年一定好的 之後那些不敢說 讀書這一兩年一定好的 因為獎勳金等等 讀完書之後是怎樣呢 我真的不敢想像 不知大家的一點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告訴別人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Thank you Bye Bye